大家好,我是家军阿姨 早上我们先经过香山脚下的香山小学 沿着捷王府路走过一段不长的街巷 在路的尽头,穿过这道铁门 来到我们今天上山的地点 五月的北京天空蔚蓝 不冷不热,最适合爬山 前些天这山上都是桃花 现在都开的是淮花 淮花飘来阵阵的香气 真感觉到五月淮花香了 远处半山腰的那个建筑群是北法海寺 是我们今天要探访的第一个目标 我们现在经过的地点是北京金山陵园 北法海寺下面的 现在这个寺没开 我们只能在外边 撂吧撂吧 我的两个同伴 这是新山森林公园 现在开的这毛茸茸的小红花 小粉花 到秋天这叶子就变成红颜色的 这就是香山红叶黄炉 今天天气好 又是假日 爬山的人挺多 鬼啸石附近的碧桃开得正旺 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拍照 这块不大的鬼啸石 什么时候来 你什么时候都能看到上边站满了人 到夏天还会有好多年轻人 在这个平台上过夜 等着看京城夜景和日出 我们离开西森 经过茶棚 便向八大处奔去 我们到了摩崖谷 摩崖谷里有很多佛像 有石刻像 石雕像 还有好多佛教信徒刻的经文 摩崖谷在八大处公园里 与正果寺隔山相望 摩崖谷山高路险 山路崎岖陡峭 一般很少有游客到这里 摩崖谷的雕像四处分散 其中有两尊是2000年时才被发现的 据记载明朝嘉靖皇帝信奉道教 他拆除寺庙砸佛像 锦衣为麦震 樊忠等人 请了石将徐大金 在此处刻造佛像 历时十年 终于刻完 后来麦震等人被抓 死在了狱中 至死都没有供出佛像的位置 这两尊佛像才得以藏匿山中500年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